早安 剛才各出席單位或人士已經講了非常多 我這邊就只針對一點在做一個補充 那請打到13頁的推銘 那基本上當然對於恢復這個 栽動能力跟恢復原來三大工程是肯定的 但是就整個防洪的觀點來看 在整個計畫中心裡面 不知道為什麼會輸入 因為給我系上同事看大家都知道 中華工程已經是以派水漸長的 為什麼在這個案件會做得這麼疏忽 因為我們從這個圖上給看 就整個這塊是綠色的 它的右邊是紅色的 所以在整個台北市的防洪規劃裡面 是犧牲這一塊 那這一塊是可以被犧牲 因為它本來是個緩衝區 大水來的時候 就讓它暫時緩衝 淹水一下沒有關係 所以從你自己的報告 也有至18頁也清楚的講到 說50年洪水來 這個整個積水區不是你25公里 包含上面一起下來大概是30個CMS 但是這邊的抽水站 裝了三部0.9CMS的抽水機 也就是說這邊在刻意讓洪水來的時候 就是要讓它蓄水 讓它保護 對呀我們看紅色那邊就是建築 不管是中南院或南港地區 也就是說基本上這一塊 當初一直到現在 作為這個區域防洪的光來看 它是被犧牲的 但是一旦這個設施進去以後 它不但不能被犧牲 它要被同等的保護 所以在它被保護同時 它就要把它當初所有的容量排出來 也就是說剛剛我們可以看到 它三部勤力抽水站 就三部0.9CMS的這個抽水量 三部抽水機 但是50年的這個洪水頻率是30個CMS 也就是說當你有這個中原院的 搬進去以後 你就要立刻把這30個CMS的這個洪水 第一時間要排掉 不然這地方馬上就淹水 那即便說你圖上說增加了 19700個地方公尺的那個蓄洪量 這個增加洪水來的時候 10分鐘就滿 我剛剛串國10分鐘就滿 所以真正來講 你又沒有把這個非常中質的高速夜床 這個地方是非常非常高的這個淹水區 那現在 現在台北市政府做的這個設計計畫 也是把這塊地方是犧牲掉的 那你報告是說這邊沒有淹水 其實我們到軍方去太坊的時候 那一颱風是淹到非常非常高 不是這塊區域 連它保留區域裡面的那個庫房都是淹水 那那裡颱風只有425個 一天這個mm的降雨量 那最近幾年發生在台南高雄或者是宜蘭的 一天都是900或1000 所以當然我不知道這個50年發生一次的 可能是明年也可能是50年以後了 但是這個防洪的設計是絕對絕對有問題的 絕對有問題的 所以應該我剛剛也覺得應該是要請台北市政府公務單位 派人來說明這一點 為什麼它可以按照水土保持法 它應該可以設置30個CMS的車庫水量 為什麼它只設了這個不到3個CMS的車庫水量 它原因在裡面 這個要說明 所以你將來如果把這個設施翻進去以後 車水站你起碼要10倍以上的車水站 來操作才能保護這個地區 所以我是覺得這一點應該要詳細的水裡說明 謝謝 好 謝謝張老師的意見 謝謝 這邊有一個大概是